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了解一下老杨四黄茶的花龙村 扫扫二维码 欢迎大家了解 欢迎大家选购 谢谢大家 好了来谈谈前两天发生在深圳的一个视频的事 深圳据说中的彻查 1月12号发生在深圳罗湖区的资深抗议的视频 它是怎么流出来的 在举国动员体制护航二十大之下 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出现了捍卫改革开放的抗议个案 非同小可 我觉得这里找传播的源头比较容易 但是深究现象和原因其实才是当务之急 连日来深圳的有关部门 国安啊国保啊抓紧追查 1月12号发生在罗湖区 某个中联汉子资深举牌 捍卫改革开放 在那打倒中国国家领导人 视频究竟是如何传播出去 流至到海外 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 习仲勋老先生当年参与决策创建的深圳特区 发生这么一起 矛头直指习近平的公开抗议行动 性质是严重的 深圳相关部门单位如果没有尽快查出来龙取脉 前因后果 被追责被问责 没办法避免 我们从短短的视频看到 这个中联男子是西装隔离打扮整齐 标语台的字写的不怎么样 又打红叉之类的东西 但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学历 初衷也不一定 但标语的目的 简明而要 打倒谁 捍卫谁 一目了然 值得注意的是 看不出究竟是不是境外 比如说一些反动组织 反华组织的有什么牵扯 但打倒谁的目的 是捍卫改革开放 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看得出 现场有人录影 但很快就有人做到后期的剪辑和制作 现场的收音也很清楚 执法人员跟当事人的对话很清晰 当事人被压在底下 手绑被弄起来 他喊很痛 他表示不反抗 甚至还有一句 如果不奋起捍卫改革开放 就毁了 这些视频 很快 就在海外得以广泛的传播 传播的主要平台 当然多半是什么大起源 新唐人等等 这也不奇怪 推特上传发不少 似乎都有一点 有备而来的意味 我们从这个视频看到 现场很多人围观 而且有人在大声叫好 这叫好究竟是为执法人员的 即使赶到现场制止叫好 还是为这个人的行为叫好 我们没办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好了 中共中央政府工作会议 在16号就闭幕 会议举行了两天 15 16还是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 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说 全力护航二十大 是今年政法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是政法战线务必抓实抓好的 头等大事 不再是除恶无尽 保驾护航 这个讲话中 陈一新除了努力 强调努力打造中层干净担当的 政法铁军之外 他还提出 现在政法工作有七个方面的复杂形式 第一 内部势力对中国遏制打压 是重大威胁 第二 市集的疫情冲击是重大考验 第三 全球通胀环境是重大外在压力 第四 政治安全风险是重大隐患 第二 经济金融风险是具有外溢型的重大风险 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风险是重大挑战 新型安全的风险是重要的风险增量 头头是道 总之都是风险 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对今年的政法委工作也提出具体要求 大概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民众的安全感 对执政党的信任感 寿命 政法系统为今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的国内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这叫寿命 这很清楚重点也在这儿 好了第一 社会上出现类似公开反对习近平的抗议行为 无论是个人制化行为 或后来被视之为是精神异传行为 或者是幕后有人策划操纵 就是属于政治安全风险 当然它不属于新型安全风险 无法有属于外部势力对中国遏制打压 是重要威胁 还有政治安全风险 这重大的影响爆了 第二 任何一个城市现在的城市监控摄像无所不在 哪个嘎啦角都有 脸部识别系统的反应很敏感 大数据收集数据庞大详实 按理说是坚不可破 铜墙铁壁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1月12号罗湖街头抗议事件的出现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有的监控设备 能难存在盲区 但是执法的出动效率很高 倒也算是一种汪洋补牢 第三 这一类的政治个案 在一个一两千万人的城市 很难避免 深圳又没有朝阳群众的编制 所以呢 要出现这个东西 也是能力防不胜防 关键我觉得 不是要查找 现场视频是怎么拍摄的 如何及时传播到海外的 查找这些很简单 不难按照现在的技术条件 现在的社交平台 大数据 后台监控管理 要查找线索 没有难度 第四 关键的关键在于 个别零星的政治抗议行动 跟过去不一样 不是针对一个个人 而是冲着捍卫改革开放而来的 至少说明这个行动的 无论是自发还是有组织的参与者 或者幕后的策划者 他抓住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疑虑 尤其是中产阶级读书知识界 以及担心 执政党今后不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方针 政策的情绪 这其实是给执政者提了一个 舆情分析课题 你如果真的放弃了 改革开放了路线方针政策 国人的反弹 难道就仅值以口号式的捍卫吗 昨天半夜有人给我说 现在深圳的查找各种各种视频的流出 老阳可能是个渠道 确实在各位 特别是深圳这些正在日夜混战的朋友们 你们真是抬举我 海外铺天盖地的传播 几乎是同步的 香港的媒体除了文汇大公商报紫荆 凤凰 包括有报 我说的星岛信报东方 几乎所有的媒体平台 或者自媒体平台 都在传播 这样的到处的找线索 颜值早早是准备写汇报 我这个可以理解 但你应该更加关心的是 如实 要向上级讲清楚 当事人如此大胆的举措 究竟他想为什么 目的动机是什么 如实的上级详细传述导致 这样的事件的现象出现 深层次的原因 而且还要实事求是提出政策建言 这才是你的当务之急 我们知道今年的政法委系统 工作有特殊性 虽然从重点从过去的少而黑除恶 政法教育整顿转移到了 确保二十大安全召开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 这是个政治事件 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面对 积极敷衍上级有关部门 或者会声会影 编造情节恶意夸大敌情 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顶多顶多 你就制造捏造更多的冤假错案 纽约时报的评论员 来探讨为什么大流行之下 美国人会越来越愤怒 越来越分发 合起来彼此仇恨 内地负责任的媒体 负责任的维稳部门 也应该要做这样的文章 这才是你要干的活 而不是找老阳到处说 欢迎点击 欢迎点赞 欢迎购买老阳食堂茶 但是不要无中生有 那不是 那是你的惯性 但不应该是你负责任的工作 老阳可以说 老阳到处说 和尤其市场 滚 ouais 咯 快